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样一个发脆肚的技术 实话讲哈 一般的师傅不得会告诉你 这次把这个技术分享出来 有点换到一个厨家的大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厨师 上次我们做这个脆肚的饭菜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又去买了一个肚子杯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肚子给它清洗 虽然说这个肚子呢 前面我已经叫那个卖肉的老板娘来帮我洗一大厨的 但是她洗一年 我还想多洗 是不是 洗这个肚子其实很简单哈 就是给里面撒上一些盐 然后再改了十斤的一道肉 仿佛地给它软了两层次 然后我切出这样一次 我们软一次的时间 十五分钟 五六分钟都可以哈 使劲地给它软 我们做脆肚子呢 你们一定要注意 不能加醋在这里面 因为醋是酸性的 等于哈我们就发不起了 所以发在十八分钟 刚才我们已经用清水把它透了一遍了 我们再给它软一点 继续给它软 盐呢主要是给它增进一个它那个摩擦 使那个洗出来的 洗得干净一些 滑了之后呢把它翻过来 你把那个肚子里面呢它都会有一些油 我们要把那些油撕了哈 像那些油 那些油我们要把它撕了哈 把它撕干净 可以用煎刀来煎 可我习惯性的用手撕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油已经撕得差不多了哈 基本上撕干净了哈 那个都是撕下来的油 那个油就不能要了哈 现在我们把这个拿去除水 好像那个水是清凉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熟的差不多了哈 好 现在把稀好的肚子放置在柴板上 先把它盖下 这一部分就是肚头部分 肚头部分呢一般用来直接软炒 生炒也可以的哈 现在把它切成小条哈 不需要切得太细哈 适当地可以宽一点点 切这个肚子呢 生起这个肚子大家一定要小心点哈 因为这个肚子很黄 所以说切的时候呢注意一点 一边上到手 如果大家觉得那个切不太好切哈 不过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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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快的啊 好 这些是处理好的那个煮豆 我们现在把它装起来 同样的哈 准备一把苏打 好 这是纯茄 现在把它搅匀 要让那个 猪肚 都能锅上那个 煎粉 我一直在终结上一次为啥是会放车 原来我花的那个时间哈 CAM CAM 嗯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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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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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教大家正确的 如何发垂度的教材 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用垂度 来教大家 煮到非常好吃的 加上菜 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 下期见 出变 说明 凉 表演 想 例 拼脏 再 few 誤 感谢观看